好 弟兄姊妹 今天是西伯来利的 塔木斯 28日 4月28日 公立的 2024年 8月 3日 那么这个星期的 巴拉侠叫 巴拉侠 两个 巴拉侠 结束 结束民宿季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给大家分享 什么内容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上个星期有提出来 关于在 基督教的传统里边 有一个 神学观点 叫三位一体 那么我们今天 希望能够 以最简单的 领受 对吧 来 这个 阐述 这个三位一体的 谬 希望我们这个应该 以最简单的语言 能够让更多的人 能够明白 我们今天 以最尽量 避免 避免 这些高深的 这个 陀拉的 卡巴拉的 术语 对吧 以最简单的语言 我们看 能不能够把这个概念 把它 澄清 那么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人 能不能够完全的认识 神 赵主 当然是不可能 人是不可能 完全的认识 赵主的 除非 赵主 神 主动的 向人启示 为什么 因为人的领受的能力 是相当的有限 对吧 打一个比方 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器皿 一个瓦罐 你说一个瓦罐 它能不能够装下整个大海的水 不可能的 对不对 大海的水相对于瓦罐的容量 是无穷大 你怎么可能 在一个瓦罐里边 装下整个大海的水 同样的道理 神的全能 神的这个本质 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对不对 因为人的局限性 所以说人要认识神 只能是通过 神赵主 向人启示 即使神向人启示 人所能够领受的 也是相当少的一部分 那么在整个人类历史 六千年 那么只有一次 唯一的一次 是大规模的领受 赵物主的启示 什么时候 在希赖山 在希赖山 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有六十万男兵 如果把妇女儿童 加进去 脑弱病产 加进去 不少三百万 四百万 那么这么多人 站在希赖山面前 领受神的托拉 接受神的启示 对不对 那么这个结果 成了什么 成了一本托拉 经卷 Cifer Torah 那么在过去的 三千多年的历史成河里边 那么这个托拉的经卷 这个Cifer Torah 经过一代一代散居在全球的犹太人传承 直到今天 对不对 上个星期我们给大家讲了 整个传承的设计 是通过散居 散居 也就是说 所有的犹太人通过流亡 散居在全球的各个角落 那么每一个 只要是有犹太人的地方 就必定有一个会堂 有一个社区 有社区就必定有会堂 有会堂 必定就有托拉 经卷 也就是说这么三千年 不知道抄写了 无数本的托拉经卷 那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分散 这个居住的这种设计 那么是为了避免 在整个三千多年的历史成果当中 托拉哪怕是一个字母 也不可能被人篡改 因为如果任何人想要篡改 托拉的任何 哪怕是一个小的字母 他们需要同时改变 散居在全球的成千上万的托拉经卷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托拉的传承 是百分之百的真实 三千年前神给以色列人 启示的托拉 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字母 能够被篡改 那么在真本托拉里边 有一个最核心的启示 在生命纪六章第四节 成了今天犹太人的祷告 每天至少是三次祷告 早晨起来一次 晚上睡觉前一次 中午如果早晨又成到 成到一次 等等等等 至少有三次是什么 叫Shimah Shimah Y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听啊 Yisrael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 Y Echad 什么叫Echad Echad就是Y 对不对 耶和华是Y 既然耶和华是Y 那就意味着它不是二 更不可能是三 对不对 这是关于源头的启示 在源头 赵主是一 不可能是二 也不可能是三 对不对 但是在下游 在启示的过程当中 在下面所造的诸世界里 那么赵主有很多的名字 比方说我们在托拉里边 很这个流传这个 这个启示的名字 耶耶 Yukevake Elohim Eloha Shaddai Adonai Chiva Oid Elohim Chiva Oid Adonai 等等等等 那你说为什么 在不同的层面 有不同的名字 答案很简单 是为了方便人能够领受 方便人能够去认识神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的高低是不一样的 器皿的局限性是不一样的 神按照每个器皿 他生命的高低 层面的高低 给他配置了不同层面的启示 所以说才有不同的名字 但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比方说 父亲和儿子 那么父亲和儿子怎么样沟通 答案是在儿子成长的 这个过程当中 父亲必须采用不同的沟通的方式 当这个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是个婴儿 那你作为父亲 你可不可能和你的儿子 这个时候是个婴儿还在吃来 给他讲高深的道理 给他讲Torah 不可能的 给他讲明天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和你的儿子讲高深的道理 甚至你是用语言 也不能交通 在这个层面 你必须要降悲 将自己降悲成为婴儿 对吧 你怎么样和你的儿子交通 你可以和他扮个鬼脸 你可以模仿你的儿子去提哭 对不对 和他抢东西 等等等等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必须要变成一个婴儿 你才能和你的儿子交流 所以说父亲不可能和婴儿正常的交流 这个当然不是父亲的原因 是儿子的原因 儿子还没有长大 刚刚才生下来 对吧 那么儿子在不断的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当中 那么你和你儿子的交流方式 那当然需要不断的提高 对吧 如果你第一次交流 你要将自己降悲到婴孩的层面 那么接下来的你的儿子长到五岁了 那么你要降悲到五岁 和他交流 儿子长到十三岁的青春期了 你要降悲到十三岁 对吧 十四岁 十五岁 直到你的儿子完全成人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恢复你自己本来的层面 和你的儿子能够正常的交通 所以说在整个交通交流的过程当中 从你儿子的视角看父亲 这个父亲的身份是不断的改变 对不对 那么以前我的父亲好像婴儿 后来我的父亲怎么变成了这个青少年 现在父亲又变成二三十岁了 对不对 但其实你并没有改变 父亲没有改变 你的本质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你的面具 改变的是你儿子的认知的层面 对不对 所以说父亲只有一个 你不要说我有很多父亲 我有一个婴儿的父亲 我有一个三岁的父亲 我有一个八岁的父亲 没有 只有一个父亲 你的父亲 他有很多个面具 所以说父亲只有一个 你没有三位一体的父亲 也没有四位一体 五位一体 你只有一个父亲 但他有很多面具 那么所以说 最有名的 下面一些新闻 对不对 撒加利亚书 十四章第九节 耶和华必成为全地的王那日 耶和华必为一 他的名也是一 那么这个经文也是相当有名的 被拉比 领入了 这个每天的祷告 这个Sidur里边 对不对 在 每次祷告 聚会结束的时候 都是唱这一句话 对吧 收入了这个每天的这个承导 最后结束 就是这一节经文 什么意思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当那日 耶和华才成为一 你说开玩笑 什么叫做 当那日 耶和华才成为一 那在这以前难道不是一 对不对 当那日 巴勇哈胡 巴勇哈胡 伊耶阿都内耶哈 到那日 到那日 耶和华要成为一 到那日 他的名字才成为一 什么意思 那么耶和华从来就不会改变 他一直就是一 那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 要等到那日 他才成为一 因为等到那日 我们作为人 才能够完全成熟 到那日 整个受造界 才能完成 到那日 人才能够成为 真正的神 当初设计的人的层面 到那日 人才能够完全领受造主的启示 到那日 人才能够真正的知道 耶和华是一 到今天 大家都稀里糊涂的 对不对 到今天 这个佛教说 佛教有一个神 伊斯兰教有一个神 这个中国有这个 道家有神 等等等等 这个基督教 还有三位一体 什么到处都是神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神 对吧 今天有三位一体 五位一体 八位一体 十位一体 等等等等 到那日 你才知道 只有一个神 所以说 到那日 来到以前 人因为不成熟 还在吃奶 那么 赵物主 必须要降杯 到器皿的层面 才能和人交流 当那日 来到以后 那么人 就会像神一样 对不对 就好像儿子长大了 像父亲一样 到那日 父亲和儿子 才可以正常交流 所以说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第十节 第十一节 怎么说 等到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 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 丢弃了 所以说 你今天认为 三位一体很有道理 那是因为你在吃奶 你还是个孩子 对不对 到那天 你成人了 你把这些 小孩子的事情 就扔掉了 没有什么三位一体 神只有一位 对吧 今天如果你稀里糊涂的 那是因为 你还在做小孩子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一步的分享 两个概念 叫无边 叫无边 和有边 我们知道 造物主创造了很多层的世界 对吧 那么这个最低层的世界 叫physical world 叫物界 充满了物质 对吧 那么在这个世界里边 我们人可以感知 人怎么样感知 通过我们的五感 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听觉 我们的嗅觉 我们的味觉 我们的触觉 我们可以感知 我们手可以摸到这个世界 对不对 我现在摸一下 我有一个桌子 我有一个电脑 我还有一个头 我还有头发 我可以用手去摸它 感觉很实在 对吧 这叫物界 这是最低端的世界 那么与这个物界相 有别的是一个 叫什么 叫灵界 叫spiritual world 对吧 这个希伯来文叫 gashmi ruhani 对吧 物质的世界 属灵的世界 灵界 那么这个灵界的话呢 几乎是没有人能够感知的 几乎没有 对吧 我们不能说绝对 也有人能感知 对吧 这个粗乱子 对不对 或者说它有一些 这个叫特异功能 对吧 这是不正常人了 对吧 它有具备第六感 它就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 但是如果你以为 这种特异功能的话 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的和别人看的不一样 对吧 别人都看不到 你看得到 那么如果你不学习Torah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是个疯子 对不对 我好奇怪了 我能看到 他们却看不到 那很麻烦了 所以最好是看不到 但是也有一些人 有这些特异功能 那么这是个题外话 但是你不管是物界也好 还是灵界也好 它都是受造界 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在创造以前是不存在的 那么人只能够感知到物界 人没法感知灵界 那么人更不能够感知灵界 物界被造以前的状态 在创造以前的状态 包括造物主 人是不可能感知的 不可能知道的 那么按照历代最有名的 最著名的卡巴拉大师 阿德里绍 他启示我们 他说在创造以前 造物主的名字叫什么 叫Ain-Sof 什么叫Ain-Sof Ain没有 Sof 编 没有编 叫无编 对吧 没有编 你说什么意思 对吧 为什么 他起的这个名字叫无编 首先我们要知道名字的本质 什么叫名字 名字 它的本质 是代表限制 对吧 代表限制 名字 给出一个定义 给出一个范围 定义也好 范围也好 界限也好 都是去限定它 对吧 也就是说 造物主是不可能有名字 当造物主有了名字 就说明他不是造物主 而是什么 他是造物主 穿上的衣服 名字 就是衣服 名字 就是一个面具 因为造物主是不可能有限制的 你不可能限制造物主 他是没有限的 无限的 对不对 所以说 造物主在准备创造之前 他要降卑自己 穿上一件衣服 造物主 穿上衣服了以后 就有了名字 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 N-Soph 那么 Arizal把创造的过程 称为 Timto 什么意思 收缩 以最简单的 这个表达 N-Soph 通过收缩 形成了一个空间 然后从这个空间里边 撤离了自己 把自己撤离出来 但他却残留了一个痕迹 那么这个痕迹 有一个卡巴拉术语 叫什么 叫 Rishimo Rishimo 这个痕迹 残留的一个痕迹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整个 受造界 是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 就是我们整个受造界 而这个痕迹 Rishimo 有很多种理解 但是我们的理解是什么 这个痕迹 它其实就是人的自我意识 对 为什么 因为人的自我意识 不是被创造出来 人的自我意识 是神 是造主 留下的一个痕迹 意思 就是说 我们人的自我意识 其实就是神的自我意识 对 只不过呢 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它撤离了自己 残留了一个痕迹 这个痕迹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意识 那么这个 in-self的奥秘是什么 什么叫做没有边 边 就是边缘 框架 界限 边 框架 界限的 这个 作用是用来设定定义的范围 没有边 就代表没有定义 没法去定义它 没有框架去框住它 它是不能够被人定义的 因为它超越人的定义 那么从这个地方 你就得到了一个灵感 如果造物主在创造以前 是没有定义 没有边缘 没有概念 对吧 因为这些定义就是个概念 那么这就意味着创造的本质 是什么 是有了一个定义 有了一个边缘 有了一个概念 对吧 打个比方 比方说 父亲 当我们提到父亲 父亲其实是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是有定义 那么父亲的定义是什么 你去查一下字典 我专门查了一下字典 父亲的定义 是子女 对双亲中 男性的称呼 这就是父亲的定义 对吧 子女对双亲中 男性的称呼 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父亲这个概念 他要存在的前提条件 是要有子女 如果没有子女的概念 自然就没有父亲的概念 换句话说 在创造天地以前 没有父亲 赵物主也不是父亲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儿女 他什么时候有了儿女 当他创造出儿女以后 这就意味着 父亲的概念 他的出现 也是创造的结果 对不对 你说赵物主在什么时候 创造出了儿女 简单字面成 第一个儿子是亚当 第一个女儿是夏娃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路加福音 才告诉我们 亚当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是神 创造的第一个人 当亚当夏娃 被创造出来以后 那么赵物主就有了儿子 有了女儿 那么这个时候赵物主 才成了父亲 那么这是简单字面成 但其实在创造亚当夏娃以前 第一个创造 按照卡巴拉的启示 是泰国人 阿当卡特曼 他是所有受造界的头 又叫弥赛亚 所以说弥赛亚 其实是赵物主创造的第一个儿子 也就是说 有了弥赛亚以后 才有父亲的概念 也就是说 父亲 这个概念 在创造以前是不存在的 什么时候存在了 有了儿子以后 因为你只有 只有出现了儿子以后 才有父亲的概念 好 我们接下来休息20分钟 休息20分钟以后 我们继续分享 好 弟兄姊妹 下个星期一 是五月的 新月的第一天 我们来 先 做一个祝福新月的 祷告 五月的新月 是即将来到的 第二日 愿给我们带来 良善 愿那圣者 祂的名 是可颂赞的 更新祂 为我们 为祂所有的选民 以色列家 带来生命和平安 阿们 喜悦和快乐 阿们 救赎和安慰 让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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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我们刚才的分享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 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父亲是针对儿子 父亲是针对儿子 因为如果没有儿子的概念 就不可能有父亲的概念 在创造天地以前 没有父亲 也没有儿子 也没有灵 对吧 因为所有这些 称呼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那么造物主 在造物以前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启示 对不对 没有启示 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 那么当造物主 有了创造的意愿以后 那么子的概念 儿子的概念就出现了 对吧 所以说创造的本质 就是儿子 儿子的本质 就是创造界 因为有了儿子的概念 才有父亲的概念 因为这是两个相互依赖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说 在创造以前 没有父 也没有子 因为创造界 在整体的层面 就是儿子 也因为有了儿子 有了创造 有了创造界 才出现了父亲 造物主的概念 对不对 什么叫造物主 造物主就意味着 必须要有创造界 对不对 如果没有创造界 当然就不会有创造主的概念 这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那么这就是下面经文的意思 约翰福音 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什么意思 什么叫太初有道 太初就是创造的时候 有了道 有了道 意思就是说 在太初以前 没有道 道 是创造的产物 道就是儿子 道就是儿子 在整体宏观的层面 道 代表整个受造界 在个体微观的层面 道 代表弥赛亚 接下来说 道就是神 儿子 就是神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神也好 是儿子也好 都是创造的产物 对不对 因为在创造以前 没有神 对不对 神的概念的出现 是因为有了创造界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他是谁 儿子 对不对 万物都是借着 儿子创造的 因为儿子与父亲同在 为什么说儿子与父亲同在 因为儿子和父亲 是两个同时出现的概念 两个概念都是创造的产物 在创造以前没有父 也没有儿子 因为有了儿子 才有了父亲 对不对 这个其实表面上听起来很深 其实很简单 跟你打个比方 比方说 一个人 在结婚之前不能叫丈夫 对不对 他只有在结婚以后 才能叫丈夫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他才有了妻子 对不对 这个你要成为丈夫 你必须要有妻子 你没有妻子就不是丈夫 所以说在结婚以前 没有丈夫 也没有妻子 那只有在结婚以后 才有了丈夫 有了妻子 那么丈夫的概念的出现 是基于妻子 反过来妻子的概念的出现 是依赖于丈夫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在妻子生儿子以前 你不能叫他父亲 因为他没有儿子 对不对 没有儿子 你什么时候叫他父亲 是当他的儿子出生以后 他就叫父亲了 叫爸爸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叫他叫爸爸了 所以说 在生儿子以前 没有父亲 也没有儿子 那么在生了儿子以后 因为有了儿子 同时就有了父亲 对不对 那么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受造之物 那你说 OK 那么儿子我明白了 父亲我明白 那灵呢 圣灵是什么概念 那么儿子和父亲 它是创造以后的两个矛盾体 对吧 儿子和父亲是个矛盾体 尽管一方面 这个是相互依赖 但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概念 那么协调任何两个矛盾 必定要出现一个中间地带 所以说协调父亲和儿子矛盾的 是通过灵 那么灵的希伯来文叫 那么灵也是创造的产物 对不对 因为在创造以前 没有父亲的概念 也没有儿子的概念 那更没有灵的概念 灵的希伯来文是 同一个单词也是风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灵和风是同一个单词 因为灵就像风一样 人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却可以感觉到灵的存在 这就是下面经文的意思 约翰福音三章第八节 风随着一丝吹 你听见风的声音 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这个灵 你是看不见的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对不对 所以说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 神是一个灵 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 什么意思 神当然不是灵 因为灵是一个创造的概念 什么意思 这里的意思是 人是看不见神的 尽管人看不见神 但是可以像感觉风一样 去感觉到他 所以说灵和风是同一个单词 人看不见神 但是可以看见受造界的物质的部分 对不对 那么但是受造界 它不单单有物质的世界 物界还有非物质的世界 叫灵界 对吧 所以说灵界是看不见的父亲和看得见的儿子的中间地带 所以为什么说父亲和儿子是个矛盾 父亲你是看不见的 那么儿子你是可以看见的 对不对 为什么说弥赛亚是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什么目的 是让人能够看见 因为人看不见神 那怎么样 那就让儿子来给人看 对不对 那么人说 我能不能把父亲 这个显示给我 废话 父亲怎么能显示给你 你根本就看不见 那么你看见儿子 你就看见了父 为什么 因为你是看不见父的 你只能看儿子 对不对 就这个概念 说父亲和儿子是两个矛盾体 父亲是代表看不见的 那么儿子道成肉身 是他的目的是让你能够看见 所以说在这个相对的概念上 父亲代表看不见的咒诅 那么儿子代表看得见的物件 那灵呢 灵代表看不见 但是可以感觉到的灵界 所以说灵代表一个中间地带 对吧 因为中间地带 总是同时具备两个矛盾体的部分属性 你说灵 他具备父亲的哪个属性 看不见 那请问灵具备儿子的哪个属性 可以感觉到 看不见 但可以感觉到 对不对 所以说灵 是父亲和儿子 连接父亲和儿子的中间地带 那么这个灵是分别出来的来起这个作用 所以说叫圣灵 所谓的圣灵就是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 所以说这就是下面经文的奥秘 约翰福音16章第7节 现今我往猜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你要往哪里去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了就拆他来 什么意思 人看不见父亲 所以说父亲才打发儿子给人看 儿子完成死命以后要离开 离开去哪里 答案是回到父那里去成为父亲 对不对 因为他本来就是从父亲来的 他来的目的是给人看父亲 现在人看到了儿子 看到了父亲怎么样 儿子就要离开 回到父亲那里去 成为父亲 那么既然如此 地上的人如何与父亲连接 本来是通过儿子连接 现在没有儿子 那怎么办 因为这个时候儿子已经成为了父亲 什么答案 答案是通过圣灵 通过圣灵 宝慧师就是圣灵 对吧 圣灵意思是当人子 儿子离开人成为父以后 那么地上的人就成了子 那么这个地方的子当然是这个宏观的集体概念的子 那么从今以后每个人以及全人类和父连接是通过圣灵 所以说马太福音28章19节告诉我们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 父 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 施洗 那么这个地方的名 奉他的名 是一个单数 因为这是一个名字 不是三个名字 对吧 这是一个名字在三个层面的启示 父亲总是代表源头 儿子总是代表延伸 延伸到我们这个地上 这个物界 而连接源头和物界 我们每个人的 是什么 是圣灵 连接 圣灵总是连接 那么儿子来到这个世界 是将父亲显现给人看 人子儿子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继续见证父亲 和父亲连接 是通过圣灵 但所有这一切 不管是儿子也好 不管是圣灵也好 他们所有的工作 都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让人和父亲连接 对不对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 和父亲 和造主 和源头 连接 对吧 所以尽管父亲这个概念 是一个受造的概念 但是从人的角度看 造主在源头的层面 就是父亲 对吧 我们都是神创造的儿子 对吧 所以说父亲 相对来说 从我们的视角看 代表造物主在源头 那么父亲是一 因为在源头层面 父亲 是全部 全部 就是一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三个卡巴拉的概念 叫 阿尹 阿尹 和 阿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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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是有的意思 对吧 阿尹 那么 有有 它相对的概念就是没有 希伯来文叫阿尹 没有 对吧 没有和有 是两个相对的概念 那么如果 我们把物界 叫做 H 有 对吧 因为从人的视角看 这个物界好像是有的 对不对 因为你用眼 眼睛可以看到 用嘴巴 可以去触摸 可以 可以尝到味道 对不对 用耳朵可以听到 你用手可以去触摸 等等等等 可以用手去摸的世界 对吧 所以我们感觉是有的 那灵界呢 灵界就是没有 对吧 因为我们没法用手去摸灵界 也没有人看过灵界 也没法去闻它的味道 对不对 所以说 从人的角度看 灵界 没有 所以说叫 阿尹 叫阿尹 但是 整个受造界 都是包含 灵界和物界 整个受造界 都是包含有和没有 对吧 那么即使这个灵界 我们说没有 阿尹 但是和创造前的状态相比 它也是相对的有 对不对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吧 灵界我们看不到 好像没有 但是灵界也是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说 这个灵界 灵界和创造前的状态相比 它也是相对的有 那么创造前的状态 是相对的没有 阿尹 那么 如果三个概念要同时表述 那么物界 是有 叫 临界 是没有 叫阿尹 那么创造前的状态 那么这个卡巴拉就给了另外一个书 叫什么 叫 艾菲斯 艾菲斯的意思 是完全没有 对不对 也就是说比这个没有的程度 还要高一个的台阶 叫完全没有 艾菲斯 所以说这是一个卡巴拉的罪意 最标准的 这个三位议题 可以这样理解 也是三位议题 对不对 完全没有 没有和有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 在这个三位议题当中 那么父亲代表完全没有 艾菲斯 儿子代表有 那么连接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圣灵 代表什么 代表阿尹 没有 没有 这是一个卡巴拉的概念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领入另外一个概念 关于相对的感知 相对的感知 那么 赵主 神 他创造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是为了谁 为了人 对不对 那么创造的核心 创造的目的 都是为了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人好 对不对 那么刚才我们也知道 人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本质 其实既不是他的身体 也不是他的灵魂 乃是他的自我的意识 那么这个自我的意识 它其实是神的一部分 因为真正具备自我意识的 是赵主 对不对 所有的受造界当中 没有任何其他的受造之物 具备自我意识 唯一的例外是人 对吧 也就是整个受造界当中 只有人具备自我意识 那么在创造以前 以后 神都是具备自我意识的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知道 这个唯有人具备神的自我意识 这就是为什么 在创造人的时候说 要按照我们的形象 那么这个形象 是指人所具备的自我意识 自我感知 那么 另外一个概念 就刚才我们讲了 人的自我意识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这个 在收缩以后 撤离这个空间 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痕迹 叫 这个 叫什么 痕迹 叫 对不对 痕迹 痕迹 那么这个痕迹 这是造物主留下来的痕迹 这就是为什么说人 是神的一部分 好 那么 人的这个自我意识 因为人具备了这个自我意识 所以说 从人的角度看 人 是整个宇宙的 主人 人是整个宇宙的主 从人的角度看 人 不需要造物主 也可以 独立的存在 并具备 自我意识 对吧 你看今天绝大多数人 他不认为有神 他认为自己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 顺理成章的 对不对 他不认为 自己的存在有一个源头 对不对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造物主的一个部分 他认为自己存在 好像是这个理所当然的 顺理成章的 为什么 因为他具备一个自我的意识 而这个自我的意识是神给他的 这个自我的意识是神的一部分 所以说人 这个最大的追求是什么 对不对 人最大的追求 人的终极的追求是什么 当然不是钱财 对不对 那你如果你说我的追求就是钱财 那是因为你现在没钱 你想一想 如果你有很多钱 对不对 这个富和底国 那么你还要什么 对不对 你还要什么 你想一样 那么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具有所有的钱 如果你真的具备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的追求 都满足了 那么我有一个追求你是没法满足的 什么追求 就是像神一样 人 他的终极的梦想 追求 欲望 是成为神 为什么 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本来就是神的一部分 不管是谁 对吧 他的终极的目的 都是想成为神一样 这就是亚当笑话最开始犯罪也是一样的 蛇说你可以像神一样赶快吃 这个分别上和输的果子 一个概念 对不对 那么 所以说 人 他的终极的目的是成为神 所以说 人所具备的自我意识 他其实 是一个被 被屏蔽了的自我意识 因为这个屏蔽 他不认为自己和造物主 有联系 有关系 对不对 那么 因为造物主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创造了很多层的世界 而人 是位于受造界的最低端 这么一层一层的世界的屏蔽 就好像一件一件的衣服 那么人 他天生的人 他的这种自我的感知 是相当的迟钝 这就意味着 人的这个感知的能力 是一种相对的 他会随着生命的改变 而改变 也就是说 人的生命越低 这个生命最低端的人 他会认为自己是完全独立 但随着他的生命的不断的提高 他的感知能力也会逐渐的提升 或者说逐渐的恢复到最初 当人最后被提升到了太古人的层面 到了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层面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人才会知道 自己是造物主的一部分 人和造物主之间并没有分离 耶和华是一 我们并不是二 所以说这个二元论 是因为我们今天被隔离 被屏蔽 生命很低的一种必然 所以说人一个自然的人 不可能知道这一切 除非你学习陀佛 领受启示 但是在将来 随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修补 我们的感知的能力 会像这个剥洋葱皮一样 一层一层的剥离 脱离 那么我们的感知能力 会越来越清晰 我们就会意识到 我们的源头 是神 我们和神并没有分离 我们和神 是一 所以说 人的感知的能力 是按照我们的世界 所定的 你所居住的世界越低 你的感知能力就越迟钝 你的世界越高 你的感知就越清晰 但其实 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是高低 这是其实是不准确的 对不对 高低 上下 是一个空间的区别 但其实 我们与神的关系 并不是高低的关系 而是什么 而是里外的关系 是里面和外面的关系 对不对 里面和外面的关系 是一种程度的区别 而不是空间的区别 越里边 代表我们和源头 越清静 越外面 代表我们和源头 越疏远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在卡巴拉里边 将整个受造界 称为 Zunasso 什么叫Zunasso 它的外面 它的外面 对不对 因为 在 圣经告诉我们 叫 在他以外 没有其他 意思就是说 在 造物主 造物主没有外面 没有外面 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里面 那么为什么 人会感觉自己在外面呢 这是神的设计 对吧 所以说 卡巴拉将人 称为Zunasso 在他的外面 但其实 我们不在他的外面 我们在他的里面 那么这个外面 和里面 外面的世界 和里面的世界 它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 自然界 一个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 叫什么现象 那么 这个术语 叫 Fracto 这是一个拉丁语 那么相当于 什么意思 是碎片的意思 叫Fracto 那么这是一个 叫做 叫 我们中文有标准的翻译 把它翻译为 分形 是吧 也有一种说法叫 Fracto Geometry 叫分形几何学 它其实是一种数学 那么这个概念是谁 提出来的 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数学家 这个什么概念呢 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样测量 英国的海岸线的长度 你说这个什么问题 什么叫做怎么样测量 英国的海岸线的长度 他说 英国的海岸线的长度 怎么样测量 它取决于 你是谁 如果你是一个人 如果 你是一个兔子 或者说 如果你是一只蚂蚁 那么对你来说 你测量的海岸线 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概念上 他进一步的 这个归纳总结 他发现 自然界 广泛存在了一种现象 比方说 弯弯区区的海岸线 起伏不平的山脉 粗糙不堪的断面 就是这个地的断层 变换无常的浮云 九区回肠的河流 以及人的身体里边 纵横交错的血管 或者神经系统 或者说人的所有这些细胞 组织 令人眼花缭乱的满天繁星 以及其他的更多的 比方说这个雪花 对不对 甚至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西兰花 这个蔬菜里边的西兰花 所有这些 它都有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 就是说 表面上看 它们的形状 是不规则的 从整体去看 它们的形状是不规则的 对吧 你说这个海岸线 山川 那么在宏观去看 远距离观察 它的形状都是不规则的 但是 在不同的尺度上 就是说 不同的比例尺 你会发现 它这些东西 它的图形的规则性 又是相同的 对吧 也就是说海岸线 山脉的形状 从远距离观察 和从近距离观察 它的局部的形状和整体的形状 都是相似的 对吧 就好像你的西兰花 你的西兰花 从一个整体的西兰花 或者说它局部的西兰花 它的形体都是一样的 就好像这个云 天上飘的云 对吧 你整体看上这个云 你到了这个云的这个局部去看 也是一样的 所有这些 它都是一样的 它的局部和整体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现象 因为它是个数学家 它甚至找出了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数学的方程式的表达 也就是说 所有这些规则 都可以通过这个相当简单的 这个方程式去计算 当然我们 我们不是数学家 我们也看不懂 但是他发现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 它把这个现象叫什么 叫Fractal 拉丁文 叫碎片的意思 就是说 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状态 可以分成很多部分 那么每一个部分 它其实都是整体缩小以后的形状 也就是说局部和整体是同一个形状 那么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复杂 但其实很简单 一句话总结 整体和局部的形状是相同的 那么在物界如此 灵界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整个受造界的形状 都是类似的 不管你是我们最低的物质世界 灵界 我不管你是太古人 光耀界 创造界 受造 这个叫改造界 行动界 不管你是整个世界 那么你的宏观的整体 和微观的局部 和微观的局部都是同一个形状 不管你是微缩还是放大 都是一样的形状 对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 在宏观的层面 对不对 你看整个宇宙 都是众多的球体围绕一个中心旋转 对不对 这宏观 最宏观 整个宇宙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模式 或者说形状 出现在银河系 在银河系 对吧 那么在宇宙的这个 当宇宙作为整体 那么这个银河系 就仿佛是一个球体 对吧 你把这个银河系作为一个整体 那么太阳系 就仿佛是一个局部的球体 那么在太阳系里边 把太阳系作为一个整体 那么这些行星 又成为一个球体 对吧 整个这个局部和整体 是一个模式 对吧 那么这个格局 这个模式 那么进一步的 这个 这个放大 放大 进入人的身体 进入微观的原子 电子 中子 直子 我不管你什么子 对不对 不管是宏观 还是微观 它都是一个相同的形状 相同的模式 对不对 就仿佛这个局部 就是全部 全部 整体 又是局部 那么这个概念 进一步的 推广出去 这就是为什么在塔莫德里边 拉比传统告诉我们说 人 是一个小的世界 而整个世界 是一个大 大 的人 所以说 整个受造界都叫 Runasso 整个受造界就是个人 但每个人 也叫Runasso 对吧 每个人就是个个体 是个局部 他也是个人 但是所有的人 这个局部 把它组合起来 成为一个整体 那么这个整体 也是一个人 叫太古人 对不对 叫太古人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人 你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 哪怕你是说太空飞船 飞到了宇宙的边缘 你仍然是一个Runasso 造物主仍然住在你的心里 在你的感知里边 为什么说神在我的心里 天国就在你的里边 所以说父子灵的关系 其实是不同层面相对的感知关系 那么从造主宏观的层面看 整个受造界都是儿子 从人的微观层面看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儿子 我们和父亲的连接 是通过胜利 那么这就是父子灵 他真正的意思 而不是所谓的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 在源头上 如果你认为在源头 神是三位一体 那么这是一种谬论 甚至是一个偶像存在 在源头 造物主 负 是一 我们今天 出现了这么复杂的组建 局部 是创造的原因 那么在将来 我们完成我们的提升 完成我们的修复 所有这些衣服面具 被揭开以后 我们才会发现 才会认识到 才会知道 那么我们 这个局部 和整体 是一个形状 我们就是神的一部分 好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结束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休息十分钟 给大家 自由提问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来给大家 自由提问 第一个问题 对目前的中东乱象 有什么解读 那么这都是很正常的 自然的 因为所有这一切 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了 它最后 必须要造成一种局面 什么局面 所有的国家 要团结起来 敌对以色列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圣经早就预言了 以西结束 所谓的 哥格和马格 对不对 哥格和马格 是代表外邦的联合国 多国部队 对不对 要进军 攻占 或者说攻击以色列 那你说开玩笑 干嘛 别人就在搞经济建设 干嘛去打以色列啊 那你看现在 所有这一切 是不是神在预备 对吧 所有这一切 都是按照神的计划 在执行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为什么像亚伦 撒末尔 自身属灵的生命 很高 却为什么 教导不好 自己的儿子 我们又该如何 去教导子女 那么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一个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那么 一方面 人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另外一方面 那么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有一个命定 对吧 但是你不能够因为有了命定 你就不要去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 对吧 所以说一方面 人要做自己 以付出最大的努力 去做你该做的 但另外一方面 如果没有结果子 没有成功 你必须要意识到 这一切 是因为神的命定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走极端 你说 既然神有命定 我就不做了 你仍然要做你该做的 但另外一方面 你不能够说 我人一定能够通过自己 改变世界 那么这也是错误的 对吧 那么你要掌握好 这两个矛盾体 对不对 一方面 你要尽你自己的努力 最大的努力 另外一方面 你必须要相信 神的命定 下面一个问题 过去 觉得自我意识很简单 现在觉得还是比较深 能讲一讲什么是自我意识 那么这个自我意识 就是人所具备的一个 我的意识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 对吧 你突然有一天 你有了我的意识 什么叫我 对不对 希伯来文叫 安利 我 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 对不对 这个我是从哪里来的 你这个意识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猫猫狗狗 它没有这个概念 对不对 这个植物动物都没有 植物和动物 它都是一种本能的 这个 一种意识 比方说你要去杀鸡 那个鸡看见你要杀它 它要跑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个鸡它在想我要跑 对不对 它只是一种本能的胜利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 一头奶牛 在吃草的时候思考 我今天要干嘛 它没有这个意识 对不对 你养的猪 没有哪头猪 经常在思考 我从哪里来 我要干嘛 我要到哪里去 没有 只有人有这个意识 那么这个我的意识 这个自我的意识 这个self awareness也好 英文可以叫self awareness 或叫self consciousness 自我的意识 self 我 从哪里来的 对吧 这个唯一的答案 是从神来的 因为唯有神 具备真正的自我意识 神 在创造以前 在创造以后 他都 知道自己 对不对 那么人 我们的自我意识 那么是一种被 挟制了的 被屏蔽了的 对不对 被穿上了很多件衣服的 一种自我意识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种自我意识 那么人所具备的 这个自我意识 就是神的形象 因为只有神 具备自我意识 在受造之间 受造物当中 唯有人 具备自我意识 那么这就是神的形象 人具备 这个自我意识 是因为人 是神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 在创造人的时候 在创世纪第二章 创造人 这个西伯来文叫 改造 而不是创造 什么叫改造 什么叫创造 创造的意思 是无中生有教 而改造 是改变本来就有的 人的自我意识 本来就有的 它不是一个创造的产物 它是神 它就是神 人就是神 但是呢 神把自己的自我意识 改造了一下 就成了人的自我意识 对吧 所以说 在整个受造界当中 只有人 才会纠结 有没有神 只有人会提这个问题 没有哪个猫猫狗狗 这个大象 老虎 狮子 从来不 他不会思考这个问题 只有人会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人是神的一部分 下面问题 喜怒哀乐 是情绪 给生命树的七个情感属性 有什么意统 个人认为喜怒哀乐 更能代表情绪 这喜怒哀乐 也是神给人的嘛 那么喜怒哀乐 这个叫emotion 英文叫emotion 那么在卡巴拉里边 情感属性就是emotion 对吧 只不过呢 人的这些喜怒哀乐 那么 他其实 也可以按照七个情感属性 去分类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地方 就不给大家分了 一方面我们学的也不通 但它是属于同一个范畴 那么喜怒哀乐 是不是神给的 当然是神给的 一切都是神创造的 对吧 都是来自于神的 下面问题 对这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有什么看 那么这个是属于末世 对不对 这个人的败坏的一种表现 对吧 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 到末世 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 很荒谬 对不对 这个其实在这个人类历史上 你会发现 越往后面走 人的这个常识越没有 对不对 这个在过去的这么十年 二十年 那么越往后面发展 人会越来越失去常识 常理 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 这个拉比 在塔姆多里边 或者是这个 米特拉西告诉我们说 弥赛亚不会来 除非 人要堕落到 把光明的说成黑暗的 这个真 真实的说成谎言 谎言变成真实 黑暗变成光明 所谓的颠倒黑白 这个混淆是非 对吧 要到一种彻底的 所谓的 空虚混沌 那么绝大多数人 都会被欺骗 唯有 神的选民 坚持学习 祈求 祷告 那么神会保守他们 那么他们 才会有一个 清晰的思路 其他人 他都会随着 这个世界的潮流 而 转动 对不对 而转动 那么都会 随着这个世界 而败坏 下面问题 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如此创造人跌倒 修补提升回归神 我们和神本质的关系是什么 那么 神创造人的终极的目的 是给人永生 是让人享受 永生的喜乐 换句话说 神创造人的目的 是创造神 因为人最后会变成像神一样 与神 一起享受 永生的快乐 那么这是神创造人的 终极的目的 那你说那不挺简单的吗 你就创造人 直接让他进入将来世界就行 那干嘛还来个现在世界六千年 那么多的苦难 对不对 这个要蛇去引诱 我们还跌倒 要犯罪 还要给妥拉 还要行诫命 这么六千多年 不同的民主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黑暗 撒旦的 饿的潜能 犯罪 跌倒 救赎 痛苦 疾病 死亡 贫穷 苦难 这东西 干嘛 对不对 干嘛 创造那么多东西 那么 为什么 要创造这么多的东西 对不对 干嘛要创造撒旦 干嘛要创造 黑暗 对吧 我创造光 我创造黑暗 我是平安 创造这一切的都是我 圣经里面的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个以前我们提过 但是没有系统的分享 因为我自己也在学习 那么希望下次 神会带领我们去学习这个话题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 以前我们提过 但是没有这个系统的分析 分解 那是什么概念 那么这是个亚兰文 叫 那么 那么 翻成中文 叫 羞愿意习惠的面包 翻成英文 叫 bread of shame 羞愧的面包 亚来文 那么这个书法 什么叫羞愧的面包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以最简洁的话去概括它 就是关于神创造人的本质 因为人从神的角度看 或者从人自己的角度看 叫Zunasso 他的外面 那么人从自己的角度看和神没有关系 他属于神的外面 对不对 尽管圣经告诉我们在他以外没有其他 他外面没有其他 尽管人是神的一部分 但是神造人 给了人一个自我的意识 让他认为自己是在神外面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神不能够把将来世界的永生 给人 那么 因为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人的这种自我意识 它能够存在 在今天 是可能的 因为在今天 人的意识 人的认知 是被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外衣 人 不觉得自己 是神的一部分 人 以为自己是能够独立生存的 对吧 那么人的自我意识是基于他的这种错误的 感知能力 认为自己是在神以外 甚至不需要神 但在将来 如果神直接把人放在将来世界 享受永生 那么这个时候 人 不再有这个肉体的屏蔽 对不对 也不再有这些自然界的屏蔽 人在那个时候 是具备彻底的清晰度 他会突然意识到 那么 自己 就说如果他 如果他 仍然认为自己 是在神外面 那么 他会立刻的消失 为什么 因为在神以外 没有其他的存在 今天我们能够存在 是因为 屏蔽 肉体的屏蔽 自然界的屏蔽 到那日 一切都真相大白 那个时候 你认为自己是在神的外面 你会瞬间 消失 不存在了 你就不存在了 因为人在神以外 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 那么人 要在神以外 单独存在 是不可能 他必须成为 神的一部分 他必须具备 人是神的一部分的 这种意识 这种感知 那么 怎么样 才能够具备 这种感知 那么如果神不创造人 那么人 没有自我意识 我们就没有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全是废话 对 但是偏偏 神创造了人 神一方面要创造人 创造人就意味着 必须要给人 自我的意识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案例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 在神以外 他和神没有关系 他立刻消失 所谓的他消失 就是他回到了创造之前 在神的里边的一种状态 他就没有一个个体的存在 但是神创造人 是为了让人能够 以自我的形式 有一种具备自我意识存在 那么这是一个矛盾 这是一个矛盾 对不对 一方面 神创造的目的 是让人能够独立的存在 人有一个我的概念 我的意识 但是人又不可能脱离于神存在 那么在将来世界 如果你突然意识到 自己是神以外 那么你会在瞬间消失 就不存在了 就回到了被造之前的状态 那你说这个创造了半天 也没有你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永生 必定是一个具备自我意识的 有我的意识 有我的记忆 否则你这个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就是 你是神的一部分 你就没有自我 对吧 就好像 这个一滴水珠 从大海里边出来 你从大海里边 拿出一滴水珠 那么你这个水珠是一个个体 对吧 你是存在的 如果你把这个个体的水珠 让它回到大海 它就消失在大海的海水里面 就没有一个个体的存在了 那么从个体的角度怎么样 你就消失了 你不存在了 那么人的个体意识 它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人最大的恐惧是死亡 什么叫死亡 其实 死亡 并不可怕 死亡 是去掉 屏蔽你意识的这些 衣服 人真正害怕的不是死亡 因为死亡并不能让人消失 对不对 死亡并不能让人消失 死亡只是让你的身体腐烂 你的灵魂反而得到了示范 人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是害怕自我意识的消亡 就没有我了 说这是个矛盾 那么怎么样解决矛盾 那么这就是羞愧的面包 需要分享的 这也是为什么 神要让人经历 这六千年的苦难 通过这六千年的苦难 你经历了这些事情 你经历了从一个不信 到信 从 以自我为中心 到最后 认识什么 与神连接 那么与神连接 只能通过什么 只能通过 爱 也就是说在将来世界 你怎么样才能够不被消除 不突然消失 唯一的途径 是通过爱 因为爱 让你和神连接 一方面 你和神连接 你成了神的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 你仍然具备自我的个体的意识 那么这就是在将来世界里边 你能够得永生的关键 通过爱 这就是为什么 在托拉里边 告诉我们说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是爱 对不对 最大的诫命是爱神 第二大爱人 因为只有爱 能够让你与神连接 但同时又保持你的 自我的个体存在 那么 这就是为什么 在今天六千年 你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 你要学习托拉 你要行出诫命 你要培养 所有这一切 都是培养你的爱 都是培养你的爱 阿哈瓦 这就是为什么 在托拉里边 在希伯来文里边 爱的希伯来文家 阿哈瓦 它的数值等于十三 同 阿哈的一 对不对 爱 因为爱 你才能成为一 对不对 你能成为一 是因为爱 对吧 那么这个话题很深 这个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准备 那么希望能够神给我们智慧 下次我们能够把这些概念进一步的澄清 下面一个问题 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 我们就是神的儿子 今天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儿子的样子 做人做事 把父的样子显现出来 给那些没有心的人看 让更多的人早日觉醒 对吗 对的 就是这个概念 这就是这个概念 下面一个问题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太感谢深入前出 把父子圣灵讲得如此透彻 即使刚进来的弟兄姊妹 也能够明白 感谢祝福 同时能不能够结合教会里边说 我们说的我们的人的灵魂体 在土耳里边怎么样去对应 对吧 因为这个的话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 因为中文这个有灵魂两个单词 这个东西没办法 这个是中文 对吧 你要其他文化的人 没有这个概念 当你说英文里边 有这个兽 有这个spirit 好像也可以有个对应关系 对吧 但英文里边 即使这个兽和spirit 对吧 一般翻译成中文的灵和魂 那么这个东西 在西伯来文里边 也没有一个对应关系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个灵魂体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差异的 这个没办法 下面问题 哈马斯高层领导被杀 说明哈马斯是不是要被消灭了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哈马斯消不消灭不重要 对不对 重要的是怎么样 神在预备 所有的外邦国 要联合起来 攻打以色列 这才是重要的 下面问题 我们以前一直以为 物界是从灵界来的 请问物界和灵界都是受造的 他们是平行关系吗 可以这样理解 对吧 物界里边就是灵界 灵界里边就是物界 对吧 是一种交织的关系 交织 打一个最粗糙的比方 比喻 就好像 这个地毯 地毯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毯 比方说波斯地毯 它的一面 是很精美的花纹 各种图案 对不对 它的另外一面 就是另外一个图案 那么这就是灵界和物界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地方 是交织在一起的 是平行在一起的 是同一个世界 两个不同的 这个表述 不同的表述而已 是吧 灵魂和物界是在一起的 是同一个世界 不同的表述 不同的表述而已 耶稣基督 不是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谬论 耶稣基督 不是三位神 下面问题 面对孩子的自我意识 父亲怎么样面对 你说的这个自我意识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个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你哪个人没有自我为中心 每个人都是有自我为中心 对不对 那么这个唯一的 这个解药 对吧 要解决人的自我为中心的 这种意识 唯一的解药是什么 是认识神 因为只要人认识到了神 知道自己是受造之物 整个宇宙有一个造主 那么所有的死结 自然就解开 对吧 为什么现代社会需要心理咨询 对不对 为什么有那么多心理的障碍 因为现代世界 它推行的 鼓吹的是无神论 对吧 那么在无神论的这种 这种这种思想的腐蚀之下 人突然觉得自己没有神了 啊 我没有源头了 那么人就变得很困惑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对吧 如果人 在自己的源头 和自己的目的地 人关于自己的源头 从哪里来 和关于自己的目的地 到哪里去 没有一个清晰度 人自然会出现心理障碍 心理疾病 这很自然的 对吧 人怎么样才没有心理障碍 没有心理疾病 他必须要知道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你把这个 这两个概念吃透了 你永远不会有心理障碍 下面问题 耶稣基督是一位神 不是三位神 那么 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讲 耶稣基督 是弥赛亚 对不对 是弥赛亚 如果你看不见神 那么耶稣基督就是神 但是耶稣基督 作为弥赛亚的工作 是将人 把他指向父 耶稣只是一个中宝 是一个中间人 是一个中间地带 不管是耶稣也好 是圣灵也好 是托拉也好 所有这一切 都是要将人指向他的赵主 对不对 所以你说耶稣是不是神 如果你不认识父 他就是神 你认识父了 耶稣就不是人 耶稣就是弥赛亚 就看你的这个认知 是什么高度 你是一个吃奶的孩子 还是一个青少年 还是一层人了 对不对 上面问题 目前我个人对自己犯罪 认为是我的选择 但对别人就认为是神做工 现在感觉走到头了 除非成为完全人 不然我的意识无法再进一步了 这个概念是否有错误 请你指出 这个人犯罪 这个最简单的理解 那么在拉比 塔玛德里边有个经典的解经 什么解经 他说 人不会犯罪 除非 他这个原文我给忘了 大概的意思 就是说一个人 他其实是不会犯罪的 人犯罪 是一时糊涂 大概意思 他原文不这样写 就这个意思 按照我们用中文白话一点 就人是不会犯罪的 人按照他的本质 是不会犯罪 人犯罪是因为他一时糊涂 什么意思 人犯罪是因为 恶的潜能的隐忧 那你说这个恶的潜能从哪里来 那不是神创造的吗 人为什么会一时糊涂 因为他失去了清晰度 对不对 人犯罪 难道不是神设计的吗 对吧 你神创造人 把我的这个灵魂 放在肉体里边 我当然没有清晰度了 你如果把我从 你如果将我的灵魂 从这个肉体里边取出来 没有这个肉体 在那个地方 做屏蔽 那我看得很清晰 人怎么可能犯罪 人不会犯罪的 对不对 说人犯罪 是因为肉体的屏蔽 是因为神设计的恶的潜能的隐忧 恶的潜能又叫傻蛋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设计 神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让人在各种引诱下面要学会去选择不犯罪 那么你做到了这一点 你就具备了功德 那么这个功德在将来 将来世界你领受赏赐的时候 就不会感到羞愧 这就是羞愧的面包的本具 对不对 所以说人有犯罪的欲望是正常的 说明这是神给你功德的机会 你要是从小就没有犯罪的欲望 那真的麻烦 你将来也没有功德 你都没有引诱了 你有什么功德 对不对 所以说人犯罪的真正的原因 是神设计的 神会给你各种场景 情况 家庭 背景 等等等等 让你犯罪 对吧 你不学习土耳 你就犯罪了 学习土耳 明白神的旨意 你就知道 神让我犯罪 或者神创造的条件让我犯罪 我偏偏要战胜 犯罪的欲望 我要战胜撒旦的引诱 我要不犯罪 对不对 那么这其实就是考验你的信心 你相不相信 依靠神 能够不犯罪 你做到了这一点 那就是极大的功德 你将来要得着极大的赏赐 下面问题 现代忧郁症很普遍 以后能讲一讲情绪方面的妥啊吗 那么归根结底 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心理咨询 但是从原则的基础上 这点是很清楚的 任何一种忧郁症 都是不认识神 甚至是肤浅的认识神 对不对 但尽管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很多时候这个忧郁症也是神的一种 叫恩慈 就是礼物 天赋 一般你具备忧郁症的话 一般都是艺术方面的天才 对吧 比方我们以前讲的梵高 对不对 梵高 对吧 有些也有命定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对吧 一般的话 你如果有忧郁症的话呢 一般都是一个天才 一般的话 对吧 但也不是绝对的 你要去看 这个每个人都不是千篇一律的 对不对 你要看 要明白神的计划是什么 这个只有你自己清楚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感觉爱不单是感情 理智的部分也是爱 下面一个问题 为什么 神为什么要让外邦国联合攻打以色列 因为 这个 这个整个神的设计 就是从 外邦国当中 分离出来 以色列 作为 一个独居的国 独居的民 对不对 这神的设计 那么七十国 和以色列 的分离 或者说 神将以色列 从七十个外邦国 分离出来 做一个独居的国 然后 把托拉 传给以色列 那么这种做法 从客观上 就造成了 反犹太主义 对吧 这个英文叫 Anti-Semitism Semitism 对吧 这个拉比都自己很清楚 对不对 这个拉比没 所有拉比都知道 他说今天这个反犹太主义 并不是这么 这个 这个 近二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的事情 这个反犹太主义 是神设计的 对不对 很显然 反犹太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对不对 并不是你什么占领巴德斯坦 这么乱七八糟的 是因为神 拣选了以色列 给他托拉 这是跟 这是他的这个根源 如果神不拣选以色列 不给他托拉 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反犹太主义 谁管你 对不对 你这就好像你这个 澳大利亚 这个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丹麦 这东西 有什么区别 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不对 或者说你这个 这个古巴和这个 什么 这个叫什么 西班牙 有什么本质区别 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有的外邦国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唯有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被神拣选出来 领受了托拉 成为了选民 那么从外邦国的角度 是什么 结局是什么 是嫉妒 是嫉妒啊 对不对 尽管这个嘴里边不说 心里边也不说 但是他在潜意识里边 是一种 无法 这个 按乃的 嫉妒 嫉妒 对不对 选民 对不对 为什么他要做神的选民 对吧 所以说后来基督教也出现了一种叫 叫替换论 所谓的 replacement theory theology 叫替代神学 为什么 开玩笑 我们基督徒成了新的选民 把犹太人被替换了 对吧 因为所有人都想成为神的选民 那偏偏神拣选了以色列 那怎么办 所以说 整个人类历史 那就是外邦国和以色列之间的 这种 纷争 纷争 那你说神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那么这其实对外邦国是一个考验 你作为外邦国 如果你随着自己的血气 带着你的民族的自豪感 对吧 你说开玩笑 你是谁啊 我是谁啊 对不对 我是什么什么的 这个后代 什么什么的传人 开玩笑 对不对 你是一个什么弹丸之国了 凭什么 你是选民 我不是选民 对不对 那么 你会找各种理由去攻打他 去攻击他 对 去诽谤他 要把他往死里的走 但是如果你敬畏神 你读圣经 学习Torah 对不对 在神的面前谦卑 说神啊 对不对 我们的确不配 你的一切都是好的 你说拣选的也是好的 对不对 神你拣选了以色列 以色列就拣选 我也不要替换他 也不要怎么我谦卑一点 好不好 对不对 我不要去替换别人 对不对 宣兵夺主 我在神的面前谦卑 我学习你的Torah 我明白啊 神拣选了以色列 那么难道我们外邦人就没有前途了吗 就没有出路了吗 就没有希望了吗 当然有 对吧 通过耶稣基督 我也成为了以色列的一个分子 一员 我也是以色列 尽管以色列不承认我不重要 对不对 那么神 给我的计划 让我成为以色列 那么 我不管 我出生在哪个民族 我是哪个国家 对不对 那么 我都站在以色列的一边 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我也是神的选民 那么 我不攻打他 说白亚就是这个目的 神看你人怎么样去做 对不对 你 如果一个人 他要 站在以色列的一边 那肯定不是因为血气 对不对 而是因为什么 相信神的应许 那么通过这个事件 神就将 哪些是真正有信心的 哪些 没有信心 就区分出来 对吧 所以说 哪些国家 去攻打以色列 那么 所有这些 最后都会 受到灭亡 但是 站在以色列的一边 就证明了 你对神的应许的信心 那么 你就会因此 得到极大的赏赐 是神的计划 圣灵和灵界 是两回事 那么灵界的话 是受造界的 非物质的世界 那么圣灵的话 是一种灵 它是连接 连接 比方说人的 灵魂的一部分 也是 它也是连接 对吧 它是一种 不是同一个概念 不同一个概念 下面一个问题 其实 我认为 所有的一切 大的分子 小到灵界 一切都是神 一开始安排好的 但这个观点 和自我意识冲突 第三点 能成为调和的是什么 那么 其实这个自我意识 对吧 这个自我意识 这个我看不出来 这个自我意识 怎么样有冲突 因为这个自我的意识 就是我的一种意识 对 这个我看不出来 它和这个 这个 安排 这个有什么矛盾 对吧 这个有什么矛盾 这个人的自我的意识 是来自于神的 对 下面问题 如果禁食四十天 遇到安息需要禁食吗 那么这个 没有人在安息禁食的 好吧 这个东西 除非你的生命很高 对不对 一般人不要在安息禁食 对吧 而且也不要刻意的去禁食 对不对 因为这个禁食 这个不要去刻意的禁食 下面一个问题 按照圣经 耶稣在神的右边 为什么是右边 不是左边 那么很显然 这个 在灵界也好 在神的宝座 对吧 所有这些都是比方 没有什么宝座 也没有什么右边左边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它都是一种 认知的程度 亲近 和疏远的概念 对不对 那么右边的话 有很多种理解 那么最简单的理解 右边 代表 主要的 primary 左边的话呢 代表次要的 secondary 对不对 因为右手 比左手更有力量 所以说右手代表主要的 那么左手代表次要的 那么耶稣坐在神的右边 那么 干嘛 做见证 对吧 所以说耶稣是神的主要的见证 对吧 就好像我们中国 中文也有 我的右把手 对吧 是我最看重的 最器重的 对吧 坐在我的右边 是这个概念 好 那么 其他 大家还有什么 以前讲过 命定和因果 相辅 相成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话题 对吧 其实这个地方我平时在思考这个问题 比方说 关于这个自我意识 自我选择 其实 表面上看人可能有自我意识 自我选择 但是 其实人并没有 对吧 你这样说的话 估计连很多拉比都不同意了 上次我在会谈里边 我说这个这个人的这个这个free will 对吧 这个这个 这个 西伯来文叫beheera 对吧 我说这个有可能 人并没有真正的beheera 这个拉比都不同意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即使在塔摩德里边 他也说了 人 凡事都是神的命定 除非 是敬畏神 也就是说 人的自我的意识 不是自我意识 这个自我选择 自我意志 自我选择 free will 对吧 英文叫free will 西伯来文叫beheera 它其实是相当小的一个范围 只针对人 行善与作恶 对吧 也就是说 它只是局限在这个范围 善与恶 你是行善 还是作恶 那么在其他地方 你其实并没有自我选择 比方说 这个在拉比是挑明的 比方说你这辈子 是贫穷 还是富足 你是健康 还是生命 这个是命定 这个你没法选择的 对不对 没法选择的 你唯一能够选择的是行善 还是作恶 对不对 只有这个才会 这个体现为 这个真正的自由的选择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今天你 请问这里说的你今天讲述的灵界还是将来的新世界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属这个世界 我不是属这个世界 但耶稣说这个世界 这个叫物界 物质的世界 对不对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灵界 也是属于物质的世界的另外一个配对 灵界 和物质 是现在世界 我们说的将来世界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那是神 给他的义人 所预备的永生的世界 那是将来世界 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下面一个问题 Windows 12要上市 这个系统有灵界的暗示 这个我都没有研究过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研究过这个Windows 12怎么样怎么样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学习 到这里 就 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 散会的祷告 谢谢大家